新北市府消防局定期会到各区观看防灾演练 以往都会有设定好的脚本 人人可以在事前练习 不过近来消防局也一改演练的模式 推行五脚本兵器推演 让公所以及相关单位人员现场直接抽题 而石门公所的五脚本兵推 在区长的带领之下 同仁也展现平时防灾训练的成果 为了扎实公所同仁灵为应变能力 新北市消防局会定期到各区公所 观看防灾应变的演练 不过以往都是设定好的状况与脚本 相关的人员事前有练习准备的时间 近来消防局也一改演练模式 推行五脚本兵推演练 让公所以及相关单位人员现场抽题目 与突发状况 今天在石门区公所就进行了五脚本兵推演练 在区长带领之下 考验同仁平时防灾应变训练成果 今年度就是108年度 所推动的就是 公所在领推的时候 全程采用五脚本的办理方式 那这个方式 可以减少大家事前的预言 这些资本作业 当然也是考验公所的指挥官带领的同仁 遇到临时状况 实际的应变的处置能力 不过我相信在 我们指挥官领导之下 在今天的并推的情况 都能很顺利的办理完成 相信各位同仁对于自己辖区的资源能量 这次在区长与里长抽体之下抽出状况 以石门地理环境以及特殊地貌建设入体 土石流淹水就连锋利发电机具掉落都成了灾害的状况 而公所各分组也按照组别执掌工作 一一将状况排除 此外石门区平日的防灾应变训练 也在近日传出获奖 获得防灾业务考核特优的好成绩 石门区公所这边对于防灾工作非常的注重 那这也是市长很重视 就是安居乐业的一环 那因为我们平时扎实的训练 所以在今年的这个防灾业务考核 那我们公所很荣幸 我们获得的遗嘱特优 这是这个殊荣 那因为防灾工作平时就要落实 那所以我们今天也配合市府 进行五脚本的兵推 就是说这个演练是没有脚本的 那由这个长官他直接下达这个状况 那我们就根据这个状况 来做这个防灾的应变 那由长官这边来对我们做评分 那希望借有这些训练可以更加强我们这个防灾的能力 另外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现在防灾兵推演练 也不再只是在白板上记录资讯 这次的推演中就出现了电子冰棋台 抽题后同人随机将灾情 记录在电子冰棋台上 交管范围灾害影响规模 以及人员进驻数量都清楚记录 让灾情状态以及应变处置都一目了然 也提供相关局处透过网络 就可以及时掌握各区的灾情 投入救灾效能将可以更及时有效率 记录平坦时门采访报道